第九十五回宋宫明中感 后土乔道清树拜宋兵 话说黑旋风李逵 不听唐斌 耿宫说话 领众江沙过阵去 被乔道清使妖术困住 五百余人 都被生擒活捉 不曾走脱半个 耿宫县头是不好 拨马望东 连打两边 欲先走了 唐斌县李逵等被献 军兵慌乱 又见耿宫先走 心下寻思道 瞧到清法术厉害 唐走不脱时 落得被人耻笑 我闻勇士不切死而灭名 到此地位 怎顾的性命 唐斌舍命碾毛 纵马冲沙过来 瞧到清见他来的凶猛 连忙捏绝念咒 喝声道 急 就本阵内卷起一阵黄沙 望唐斌扑面飞来 唐斌被沙咪掩目 举手无措 早被军士赶上 把左腿撕了一枪 颠下马来 也被活捉去了 原来北军有力 樊姐生勤 江左道来 赏赐被加 所以 众将不曾被害 那时 唐斌布下一万人马 都被黄沙弥漫 杀得人亡马倒 兴落云散 军事折其大半 且说临冲 徐宁在东门 听得城南喊杀连天 及领兵来接应 那城中守将孙齐等县士 瞧到清齐号 连忙开门接应 李逵等已被他捉入城中去了 只见那耿公同击个 败残君族跑得气喘急促 安歪佩测 头盔也倒在一边 陷了林冲 徐宁 方把马勒住 林冲 徐宁忙问 何处军马 耿公七颠八道地 说了两句 林冲 徐宁急同耿公 头大寨来 恰遇王英 护三娘领三百旗哨道 得了这个消息 一同来报之宋先锋 耿公把李逵等 被瞧到清秦桌的事 贝戏说了 宋江文报大惊 哭道 李逵等性命休矣 无用劝道 凶长且休凡闷 快礼正事 贼人既有妖术 荡素网湖关取凡瑞底笛 宋江道 一面去取凡瑞 一面进兵 问那贼道陶 李逵等众人 无用苦见不听 荡下 宋先锋令无用统领中江守寨 宋江亲自统领林冲 徐宁 鲁智深 武松 刘唐 汤龙 李云 玉宝寺 八元江左 军马二万 即刻望昭德城南沙去 索超 张青接着 和兵一处 摇其肋骨 呐喊筛罗 沙奔城下来 却说 乔道 清进城 升帅府 孙琦等 十将参献臂 孙琦等 正欲设宴款贷 探马呼报宋兵又道 乔道 轻怒道 这思无礼 对孙琦道 待我捉了宋江便来 急上马桶领四元偏将 三千军马 出城迎敌 宋兵正在列阵诺战 只见城门开处 放下吊桥 门内拥出一镖军来 荡仙一骑 上面坐住一个先生 正式换魔军 瞧道清 仗助宝剑 领军过吊桥 两军相迎 旗鼓相望 各把强弓硬弩 射住阵脚 两阵中吹动画脚 战鼓齐鸣 宋阵里门齐开处 宋先锋出马 玉宝四捧柱率自齐 立于马前 左有林冲 徐宁 鲁志申 刘唐 又有所超 张青 武松 汤龙 八元 江左拥护 宋先锋怒气甜胸 止住乔道清骂道 助逆贼道 快放海我几个兄弟 及五百余人 略有池言 拿住你碎尸万段 道清喝道 宋江不得无礼 俺便不放海你 看你怎地拿我 宋江大怒 把鞭烧一指 林冲 徐宁 索超 张青 鲁志申 武松 刘唐 一起冲杀过来 乔道清 叩齿作法 捏绝念咒 把剑望西一指 贺声道 即 煞时有无数兵将 从西飞沙过来 早把送兵冲动 乔道清 又把剑望北一指 口中念念有词 贺声道 即 虚余 天昏地暗 日色无光 飞沙走时 汉地摇天 林冲等中江 正杀上前 只现前面都是黄沙黑器 哪里现一个敌军 宋军不战自乱 经坐下马乱窜咆哮 林冲等急回马拥护宋江 望北奔走 乔道清 招兵掩杀 赶得宋江等 军马兴落云散 七段八续 呼凶换地 密子寻也 宋江等忙乱奔走 未及半里之地 前面嫩般奇怪 是才兵马来时 好好的平原旷野 却怎么迷迷漫漫 一望都市白浪滔天 无牙无际 却四个东洋大海 就是泪生两翅 也飞不过 后面兵马赶来 眼见的都是个死 鲁智深 武松 刘唐奇声大叫 难道束手救父 三个奋力回身 向北杀来 猛渴的一声霹雳 半空中献出 二十余尊金甲神人 把兵器乱打下来 早把鲁智深 武松 刘唐打翻 北军赶上 也被活捉去了 又听得大喊道 宋江下马受负 免辱一死 宋江仰天叹道 宋江死不足惜 只是君恩未报 双亲年老 无人奉养 李逵等这几个兄弟 不曾就得 事到如此 只拼一死 免得被禽受辱 林冲 徐宁 索超 张青 汤龙 李云 玉宝寺 七个头领 拥筑宋江 团聚一块 都道 我等怨随凶长 魏力鬼杀贼 玉宝四道如此窘迫慌乱的地位 身上又中了粮食 那面帅自其物事挺挺地捧住 紧紧跟随宋先锋 不离尺寸 北军宪帅自其未导 不敢胡乱上前 宋江等已彻剑在手 都欲自吻 猛见一个人走向前来 指住众人道 休要如此 众人勿忧 我为尊物己 献如等忠义 特来嗑那腰水 就如等归债 众江看那人时 生得其意 头长两块肉脚 遍体青黑色 赤发裸形 下体穿条黄裤 左手执一个灵夺 那人就地搓把土 望住那前面海大般 白浪滔天的水 执一洒 转眼间 就献出原来平地 对众人道 如等应有数日灾厄 金腰水已灭 可速归营 差人到渭州 方可解救 如等勉力报国 延弃 画阵旋风 既然不现 众人惊讶不已 保护送江头奔南来 行过五六里 忽献尘头起处 又有一标兵马 自南而来 却是无用童王英 忽三娘 孙心 顾大嫂 谢真 谢宝 领兵一万 前来接应 宋江对无用道 不听贤弟之言 险些而不得相见 无用道 且到寨中再说 众人次递入到寨里 把那兵败被困欲神的是背数 无用以守家讹道 为尊物己 土神也 胸肠中意 感动厚土之神 土能克水 送江等方才醒悟 望空拜谢 此时 天色江墓 由拜残君士逃回说 混乱之中 又被昭德城中孙琪 夜生 金鼎 黄月等开南门领兵眼杀 死者慎重 其余四散逃窜 宋江祭典军事 损折万余 无用对宋江道 贼人会使妖术 连胜两阵 可肃用祭准备 提防劫债 况我兵惊恐 凡悲舌鬼车 封兵草甲 无枉非汉智之物 当空筑此债 只将扬提点鼓 我等大兵 退十里 令扎迎债 当下宋江传令 大兵退十里 吴学究又叫宋先锋传令 须分扎迎债 大债包小债 鱼落勾连 曲折相对 如礼要师 六花阵之法 众将遵令 扎寨方毕 呼报凡瑞 奉令从捆官池道 入寨 参献了宋先锋 问之桥道 清背戏 凡瑞道 胸长放心 无非是妖术 待凡某明日 做法勤他 无用到 他若不来诺战 我这里 只按兵不动 待公孙一清道来 再做计较宋将辨令张青 王英 谢真 谢宝 领清旗五百 星夜出关 池网魏州 接取公孙圣 到此破敌解救 张青等结扎马匹 辞别宋将去了 荡下宋兵 身栽鹿角 老树榨债 公上贤 刀出翘 带甲枕割 提灵贺号 宋将等 秉竹带弹不提 再说 桥道清 用树困住宋将 正带上前擒桌 忽见前面水无涓滴 宋将等已顿去 惊疑不已 道 我这法非同小可 他如何变小的解破 响军中必有一人 荡下收兵 同孙齐等入城 生作帅府 孙齐等一面 设宴庆贺 君士将鲁至身 武松 刘唐 及仙桌的李逵 豹絮 相冲 李滚 唐斌 绑父解到帐前 孙齐立在桥道清左侧 看现唐斌 便骂道 反贼 晋王不曾赴你 唐斌贺道 你们死期也道了 桥道清 叫众人 都说姓名上来 李逵睁元怪眼 道树虎须 挺胸大骂道 贼道听住 我是黑爷爷 黑旋风 李逵 鲁至身 武松等都由他问 气愤愤地止不开口 乔道清叫拿纳斯们的君族上来 无疑时 刀斧手将君族借道 乔道清一一问过 知道他们都是宋兵中勇将 便对众人道 你们若肯归降 带我走过晋王 都大大的封你们官爵 李逵 大叫如雷道 你看老爷辈是甚魔样人 你却放那鸟屁 你要砍黑爷爷 凭你拿去砍上几百刀 若是黑爷爷皱眉 就不算好汉 鲁至身 武松 刘唐等 齐声骂道 腰道 你休要做梦 我这几个兄弟的头可断 这几条铁腿去不转的 乔道清大怒 喝叫都推出去 斩气来报 鲁至身呵呵大笑道 撒家 誓死如归 今日死的正路 刀斧手 簇拥著众人下去 乔道清心中思想 我从来不曾贱嫩般的硬汉 且留住他们 却在理会 当下乔道清急忙传令 叫军事且把这伙人放转 监禁听后 武松骂道 肮脏反贼 早早拔岸砍了前进 乔道清低头不语 众君族把李逵等一行人 监禁去了 乔道清见三昧神水的法不灵 心中已有积分一律 只在城中屯扎 探听送兵的动静 因此两家都按兵不动 一连的过了五六日 聂心 逢起领大兵已到 入城村县乔道清 尽将兵马收入城中扎住 乔道清见宋兵谨守迎债 布莱斯沙 料无别谋 整点军马 统领江左 统孙齐 戴美 聂心 冯齐等 领兵二万 五谷出城 扎寨城南五龙山 平民进兵 乔道清 乔道清对孙齐道 今日必要擒桌宋江 恢复捆官 孙齐道 全赖国师向功法力 当下乔道清统领 军马一万 望宋江大寨杀来 小军探听的时 飞报宋先锋 宋江令繁瑞 丹廷归 魏定国 整点军兵 拴驸马匹 准备迎敌 乔道清 在高富处官看宋兵迎债 但现 四面八方之有准 前后左右之相救 门户开辟之有法 西乎联络之有度 乔道清暗暗喝彩 只听得宋寨中一声炮响 寨门开处 拥出一镖军来 两队里采齐招动 驼骨震天 乔道清下高富 出道阵前 雷阵 倪林 费珍 薛灿 拥护左右 宋阵里经其开处 一将纵马出阵 正是混是魔王 梵瑞 守杖宝剑 只助乔道清大骂 贼道 怎敢逞凶 乔道清心中私存道 此人一定会歇法术 我且是他一事 便对梵瑞喝道 无知败将 赶出会言 你敢与我比武艺魔 梵瑞道 你要比武艺 上前来吃我一剑 两军呐喊泪骨 梵瑞拍马挺剑 只取乔道清 道清月马挥剑相迎 二剑并举 二魔相斗 起先物事两骑马脚 做一团厮杀 伺候葛运神通 只见两股黑气 在阵前左旋右转 一往一来的乱滚 两边军事 都看得呆了 梵瑞站到憨处 去个破绽 望乔道清一剑砍去 只砍个空 险些而跌下马来 原来乔道清故意 卖个破绽 哄梵瑞砍来 自己却使个乌龙退骨之法 早已归到阵前 呵呵大笑 樊瑞惶恐归阵 宋阵左右门旗开处 左边飞出圣水将军单停归 领五百步兵 尽是黑旗黑甲 手执团排标枪 刚插利刃 右边飞出神火将军未定国 领五百火军 身穿将衣 手执火器 前后拥出五十辆火车 车上兜装芦尾引火之物 军人背上各拴铁葫芦一个 内藏硫磺燕销 五色炮药 一起点住 那两路军兵 左边的乌云卷地 右边的烈火飞腾 一哄冲沙过来 北军惊惧欲退 瞧道清贺道 退后折斩 右手仗住宝剑 口中念念有词 煞石乌云盖地 风雷大作 降下一阵大块冰雹 望圣水神火 军中乱打下来 霹雳交加 火焰灭绝 众军被冰雹打得星落云散 抱头鼠窜 单亭归 魏定国下得魂不附体 举手无措 敌死逃回本镇 圣水神火将军 到此翻成画饼 虚余 饱散云收 仍是青天白日 地上雾 是有如鸡卵四拳头的无数冰块 瞧道清看宋军时 打得头损额破 眼瞎鼻歪 踏住冰块 便滑一跤 瞧道清扬威要武 高叫道 宋冰中再有手段高强 神通广大的魔 樊瑞修奋交集 批发仗剑 立于马上 使尽平生法力 口中念动咒语 只献狂风四起 飞沙走时 天昏地暗 日色无光 樊瑞招动人马 冲沙过来 瞧道清笑道 量你这鸟术 干得甚是 遍野仗剑作法 口中念念有词 只献风 尽随助宋军乱滚 半空中 又是一声霹雳 无数神兵天江沙江下来 宋阵中 马斯人喊 乱窜起来 瞧道青铜四个偏将 纵军掩杀 樊瑞法术不灵 抵挡不住 回马便走 北军追赶上来 正在万分危急 猛献宋寨中 一道金光射来 把风沙冲散 那些天兵神将 都乱纷纷坠落阵前 众人看时 却是无财值 简旧的 瞧道青剑破了神兵法 大斩神通 批发杖剑 捏绝念咒 喝声道 急 又使出三昧神水的法来 虚于 有千万道黑器 从人鬼方滚来 只见宋阵中一个先生 咒马出阵 帐口松文古钉剑 口中念念有词 喝声道 急 猛见半空里 有许多黄袍神将 飞向北去 把那黑器冲灭 乔道青吃了一惊 手足无措 宋军剑这个先生破了妖术 其声大骂 乔道青妖贼 如今有手段高强的来了 乔道青听了这句 羞得彻耳通红 望本镇变退 乔道青生平成弄神通 今日垂首丧气 正是 总教拘尽三江水 难洗今朝一面修 毕竟宋阵里破妖术的先生是谁 且听下回分解 不许多黄袖 虚心的 不许多黄袖